嘿,大家好,我是秀康,这里是麦克英会堂 本来我们致力于分享麦克的使用方法和技巧 一直有朋友在后台私信或者留言跟我说 希望我做一期麦克苹果电脑 如何重装系统或者降级系统的教程 一开始我没有放在心上 第一是我觉得这个操作蛮简单的 网上都有很多资源了 第二呢,我觉得麦克电脑蛮稳定的 能使用重装或者降级的机会不多 不过呢,随着问我这个问题的朋友越来越多 今天我决定把这个问题拉出来跟大家聊一聊 无论是降级还是重装 为了避免无法预估的风险 各位在折腾系统之前 一定要把重要的资料备份哦 先来看看最简单的重新安装系统的方法 在App Store搜索最新的系统Mohave 下载好以后就可以像安装文件一样 点击安装它 如果你在系统里面不方便操作 只要你的网络通畅 在重启的时候按住Command加R 就能进入系统使用工具 在这里面选择重新安装MacOS 系统也能自动下载安装文件 是非常简单的自注式重装 对于想要降级的朋友呢 在重启的时候按住客截键 Shift Option Command加R 会出现一个地球的图标 联网以后就能降级到你 刚买电脑时候附带的那个系统版本 刚才的操作呢 只能把系统还原到出厂自带的那一个版本 如果你想指定某一个版本的系统来降级安装 或者说呢 你需要批量的快速的来安装系统 那么你就需要制作一个系统安装U盘 简单来说 你需要准备一个大于等于8G容量的U盘 然后下载好对应的系统机箱文件 最新版本的机箱文件 直接在App Store就能搜索到 但是老版本的呢 被隐藏了 搜索不出结果 这个时候可以在搜索引擎 输入你需要的系统版本 进入苹果官方的链接 就能获得隐藏的App Store链接了 通过App Store下载好以后 这个程序会出现在启动台 和应用程序的文件夹 现在我们需要一个第三方的软件 叫做DiskMaker 它能把你下载的系统文件和U盘 合成为一个专门制作系统的安装U盘 例如我现在就要制作一个 HiSera的降级U盘 开始使用最新的 支持Mohave系统的版本 会提示我镜像损坏 所以我又下载了 最高支持HiSera的版本 就能开始制作 首先选择镜像 然后选择U盘 会提示你U盘里 所有的资料都会被清空 然后安装过程中 你需要输入几次密码 还有在系统平方设置里面 给它开放一个权限 大概五分钟就顺利的制作完成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制作好的U盘 来安装系统了 首先点击重启 然后在屏幕点亮的瞬间按住Option 这个操作会打破常规的启动引导顺序 让你手动选择需要引导的磁盘 左边的磁盘就是系统自带的硬盘 而右边就是我们刚才制作好的系统安装U盘 通过键盘上的方向键选择这个U盘 然后点击回车就会开始加载 在加载完毕之后 会发现这个页面和视频开始使用 Kamon加R加载的画面是一样的 都是MacOS使用工具 不过通过安装U盘加载的磁盘工具权限是最大的 很多无法搞定的磁盘问题 最后都需要在这个磁盘工具里才能解决 这里还有一个区别 之前显示的是重新安装MacOS 而这里因为是降级 显示的是安装MacOS 直接点击安装的话 它会提示你已经安装了一个更高级的版本 无法安装 而如果不是降级 只是重新安装的话 它是覆盖安装 不需要格式化磁盘 你的资料理论上都不会丢失 当然仅仅是理论上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回到磁盘工具 完全清空这个磁盘里的内容 如果没有备份的话 你电脑里的资料就没有了 这个格式呢 根据系统的不同 选择MacOS扩展或者APFS都可以 在格式化硬盘之后 安装MacOS选择磁盘的时候就畅通无阻了 什么都不用做 干等着就好 它会来到第一次激活电脑的状态 重新做一遍 触时化设置就进入到熟悉的系统界面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些内容 掌握了这些 你就可以从容的给自己电脑重装 或者降机系统了 如果这个视频有帮到你 希望你能给我点个赞哦 谢谢